为了帮朋友出气痛欧管理员 台南一名住户下楼领外送的餐点 管理员疑似态度不佳 双方发生了口叫 事后住户跟朋友抱怨 结果朋友为了帮忙出气 就直接动手打管理员 两个人在管理室大打出手 事后警方到场 双方也互告伤害 把管理员压在地上 拳头双脚样样来 好不容易管理员逮到空档 从地上爬起来 但对方却不放过任何机会 连续出拳硬是把他逼到墙角 南地攻击管理员一个亮枪 跌倒在地 对方用力挥下 最后一拳终于愿意停手 火气这么大 全是为了帮人出气 原来当时大楼住户下楼拿外送餐点 管理员疑似态度不佳 双方爆发口角 住户领完餐上楼后 先跟女友抱怨一番 接着朋友来拜访 带着女友下楼接朋友时 再和朋友抱怨一次 这时朋友一听火气上来 直接冲过去痛打管理员 因为态度问题爆发口角 衍生冲突 其他大楼管理员若是遇到类似情况 也只能先安抚劝说 先安抚他的情绪 如果情绪还安抚不了的话 通常报警是最后的手段 其实最好是不要报警 因为你报了警以后 就跟那个租户撕破脸 如果想在这里坐了久的话 跟租户撕破脸 对自己没有好处 帮人出气 痛打管理员一顿 如今双方互相提告 彻底撕破脸 记者黄富奇台南采访报道